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峰金 世新 历程都有买单来做拉抬 甚至像是散热的双红 本来今天早上只有谈到齐红 但是双红其实今天股价也是很强势的 目前股价涨幅是有在5.6%以上 而当然还有一个今天也是量很大的个股 就是华欣了 华欣是今天成交量排行榜的第二名 而华欣今天也可以发现 开在平盘之后就突然往上拉抬 随后大概都是在涨幅3% 4%这个区间来做震荡 今天也是正式站回了均线的位置 是10日均线不是5日均线 站上了10日线的位置 上头看还有月线的反压在头上 但是今天放量往上走涨幅4% 这里也想要请华欣帮我们看一下华欣这一档个股了 在经过前几个交易日的一个平盘震荡整理之后 今天好像有点火的力道 您怎么看呢 好 其实以华欣来说是 这一波是属于强势个股 因为4月份大概大行在跌 就它最具这个走自己的路线行做领涨 反而在这一波有点 我会定调就长多休息 那第一个因为它现在季线的 离季线又有一段位置 上面又有月线的一个 顽头向下的反压 所以操作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可能 以区间形态去做一个看待 短线要在几长 我会觉得难度比较高 因为它过去也是股本比较大 那4月份那一波这种大牛股 这样子像小标股拉起来之后 几短线上要再有这样的一个行情 稍微难度高一点 但是它也点出来几个重点 第一个其实华欣在涅 就是在印尼涅块的一个生产 市场对于原物料这一块看好的 所以我们当时也提到类似像特殊钢的 龙钢金钢 像这种比较算是Q1财报很好 报价上涨的个股 市场也可以比较高度的平等 再来有一块也是来自于 涅在所谓电动车电池原料的运用方面 这个也是个市场上可以划清 又比较正面性的平等 因为像是硫酸涅这种正极材料的需求 它是与日俱增的 甚至未来这几年市场都可能供不应求 所以相关的电池原料 像是我们之前谈到的1723的中碳 也是这一波 外资应该是连买了两周 因为它也算是负极材料 全球最大的碳围球的一个供应商 中碳来讲 目前4月营收也是写下新高 很有可能第二季再缴出来 更好的一个成绩单 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两指标 从华欣的一个上涨 虽然短线休息 但是也点出来一些原物料 甚至跟电池相关这些原料个股 长线来看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比较成长的一个空间 而最后也想要请教一下玉堂 在今天除了电子股之外 电子股其实今天本来早上就开蛮高了 都在高档的位置之间来震荡 资金占比也有60%以上 反而是航运跟金融 今天大家所期待的 要带领大盘往上推的 就是航运跟金融不要再扯后腿了 而航运股的部分 今天看起来量是缩的 虽然是往上涨但是量缩 其中货柜三重先来看到 大概都是小涨的态势而已 长绒 长绒今天是没有再破底了 但是震荡也比较小一些 今天上涨量缩要怎么样来操作呢 反而是今天在所谓的散装轮的部分 慧阳 慧阳今天其实是比较强势一点 在盘上来做震荡 昨天碰到了季线的位置 今天似乎真的就谈了一下 但是这个红K棒 其实也都是在昨天黑K的范围里面 来做震荡 而说到这个散装航运 我们来看到东减 东减呢 当然它里面也有一点点 这个散装航运的成分在 今天的股价在盘中 有突然往上拉了一下 目前的涨幅是1.93% 接近2% 同样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 往上攻击的幅度 但是整个形态看起来 有比散装轮又再强势一些 所以统合刚才讲的 从货柜轮一直到散装轮 到甚至像东减 往上走 但是量没有放出来 要怎么看呢 好 我会觉得在人气的部分 是有一点退烧 那第二点就是 前一波大盘在修正的时候 刚刚谈到的这几档个股 都是算是相对抗跌的 不管散装甚至货柜轮 已经大部分像长龙 你看前一波来讲 都没有跟着台股做破底的一个形式 所以再加上 可能又有一些利空的一些干扰 因为一些国际的货柜大厂 对于前景的看法比较保守 可能认为下半年的运驾 会有修正的疑虑 所以最近长龙是呈现一个 有点均线的一个 破坏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过去也聊到就是 操作上面我会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粒粒都涨不动 利空会跌 第二个就是人气有点退散 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也聊到 电子的成交比重回温了 因为之前前两个月 大概就是靠这些传产股撑盘 这个航空双雄 货柜航运散钻撑盘 但反而经过了一大波修正的电子 人气 你看今天成交比重 也来到六成了 所以我会建议 可能你手上 在传产类 尤其航运这一块资金 比较多的人 或许可以转晚一些 到跌生的电子 就是我现在谈到的 因为已经修正了这么多 投资价值浮现之后 反而跌生就是最大的利多 以这一波电子股来讲 可能做一些资金上的转换 我觉得在接下来 电子主导盘面的空间 跟可能性应该是比较高的 但刚才有提到 这个人气很重要 今天其实呢 纸跌反弹还有钢铁股 钢铁股其实今天涨势还不错 可以看到不少个股 涨幅都有在2%甚至到5% 而比较大型的钢铁股 如果不要看中小型的话 包括像是大成钢 涨幅也有在2%以上 就连指标的2002中钢 这个比较牛皮一点的个股 涨幅也有在1.67% 但是钢铁股今天的资金 占比整体来说 只有1.4% 其实不如是因为钢铁人 很夯的时候 大概随便都5% 6%以上 以这样的状况来讲 今天钢铁股算是止跌 还是说有回升 这样的一个迹象呢 又甚至来说 如果大家资金现在想要 从航运离开 进入钢铁会是一个好选择吗 您怎么看 我觉得比较景象于 就止跌而已 并没有所谓的 转强的一个攻击的味道 所以那至于要不要转换 我会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是比较长线的资金 中钢来到这个价位 它是有一个投资的价值 你可以定型定额做买进 但是应该不会是 接下来的主軸 如果你是比较积极型的操作者 现在去抢钢铁 我觉得就是当充隔日充可以 但是应该不是第二季的一个波段首选 我觉得在目前五月下半旬 可能在一些跌生的电子股身上 再搭配一些业绩题材的价值 那一些传产类 当然钢铁里面 我觉得就不像过去是起涨的格局 以前几乎是只要20开头的钢铁 那时候在涨的时候 全面性的上涨 可能你要挑选一下 类似像刚刚谈到的龙钢 这种特殊钢材投信有在买的 形态比较强的 我会觉得是走一个强很强的格局 那跌生的大概就是 在这个地方做打底质问 要再做攻击的可能性应该不高 这个是在选股上给投资人做一个参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